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,云林的海滩有多脏,轻一轻就知道,旭萧子公司今天早上在四湖三条轮半立净滩,男女老少协力下从500公尺长的海岸轻书一整台垃圾车的垃圾,其中以宝特评级宝丽龙最大宗,也不发费轮胎,除为云林环境尽心例外,也趁机对小朋友进行环境教育。 日商续萧子今天在董事长兼总经理竹下县日号招下,包含日籍,台籍干部及社员眷属共九十人,前往云林县四湖乡三条轮海边举行淨滩活动,从竹下县至到眷属在学的小朋友,顶住艳阳,一起弯下腰,把沙滩上,十分钟的垃圾清理出来,短短500公尺的海滩,经出必预期多的垃圾, 其中多数是塑胶垃圾,旭萧子并邀请荒野协会讲资料梅牙说明环保海洋的重要性,极有实际的淨滩行动,希望让大家在平时就养成减速习惯,让小朋友从做中学会环境教育,以具体行为来外地球。 旭萧子目前任养云林海滩长度有500公尺,一年进行两次净滩活动,预计今年九月会进行第二次净滩。